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个名叫哥伦布的人打破了这一宁静 也给当地土著敲开了灾难了大门 哥伦布是意大利的著名航海家 受西班牙女王派遣 怀着对印度和中国的无限憧憬 却意外递到了加勒比海中的巴哈马群岛 随后又到达古巴岛 哥伦布误以为这就是传说中的印度 于是就印度也的叫开了 当地土著从此有了一个新的名字 印第安人 此时 一个叫阿美利哥维斯普希 Amerikais的意大利学者 对哥伦布产生了怀疑 经过多次考察 证明了哥伦布发现了一个不为乌州人所知的新大陆 后来这个大陆就干脆以阿美利哥的名字命名 叫Amerikais美洲 至此 美国国名的雏形开始出现 对于新大陆 最新殖民扩张的西方国家 兴奋不已 纷纷踏上这片土地 1607年 来自英国的殖民团体 率先在起沙比克海滩建立了詹姆市镇 这成为英国在北美建立的第一个永久性殖民地 詹姆市镇首开殖民先河 在随后的一百多年底 欧洲殖民者分治踏了 英国打头镇 法国 德国 荷兰紧随其后 对于殖民者来说 这片土地是种机遇 而对于印第安人而言 这却是种灾难 大量印第安人被毒杀 土地被占领 财务被抢夺 文明礼遇野蛮后 留下的只有层层鲜血 经过不断的屠杀和博弈 这片土地后来形成了13个殖民地 全部在英国的领导下 故自独立运行 这些殖民地虽是英国的小弟 但与英国相隔万里 时间久了 就容易产生裂痕 果不其然 因为贸易倾销问题 1773年 波士顿发生清查事件 矛头直指英国 这件事成为殖民地与英国的导火索 两年后 被美独立战争爆发 三年后 13州代表集体签署独立宣言 这成为美国立国的开端 美国立国一史 得到了法国的承认 随后其后的是西班牙 荷兰 后来他们又相继卷入战争 经过一系列战争 美军最终取得胜地 随之 国家机构开始建立 司法体制得以确立 二次独立战争后 美国逐州更加团结了 这是美国立国的历史 伴随着国家的独立 美国又通过购买 战争等形式 收购和夺取诸多大洲 美国领土移的扩张 而在美国内部 通过西进运动和南北战争 国家运行不入正轨 对于美国的立家史 大家都很熟悉 同样对于发家史 大家也在清除不过了 十九世纪初 美国开始工业化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 美国已经成为一个城市化的国家 此后 美国卷入战争漩涡 经历资本主力大萧条 参加二次世界大战 最后进入美苏争霸 等一系列全球世界 美国最终成为超级大国 美国在很短的时间内 成为数一数二的大国 其原因让人深思 有人说 这得益于民主共和的政体优势 有人说 这归功于大量的欧洲移民 和一批优秀的人才 也有人说 这和美国国土面积 广大的地理优势有关 更有人说 美国远离传统的世界中心 少受战争侵袭 从而赢得发展机遇 不容忽视的是 美国建国历史很短 几乎不存在传统势力的干扰 和破旧利新的牵绊 这或许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返回搜独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